世界帝小球守势力如何 遇到帝正守的王力琴还能防得住吗 这是09年的卡塔尔公开赛 一场备受光注的宫萧大战 由中国队的王力琴迎战韩国队的祖师贺 11比6 祖师贺拿下了首局 当时的王力琴被称为平常的帝正守 而祖师贺则是帝小球手 在被动防御中寻求反攻 祖师贺的防守能够小得特别壮 而且他的正守有很强的防攻能力 正守短的爆条 王力琴的正守四大力城 有极高的打满质量 被农的球迷称为王大力 抓住机会正守反攻直线 防守的起绑 打了一个雕章的弱点 王力琴的正守控制好弱点 入中闲间 皮肺纳发守底线后 腾了一个正守控当 扛住杀板后正守积极反攻 王力琴现在的进攻 多了一些人榜 出其不意 主持后扛杀板的能力特别强 用强烈的旋转 控制对方的进攻 通过防守的变化 在前神榜 就占据于主动 挥出的线路很短 没有接上力 控制后的想攻 帮助竹射后 拿下第三局 王力琴是拿过三个四平赛的难党冠军 而主持后 有一个难党亚军 主要对方的过渡球 反攻 王力琴的防御非常厚实 打两边的调动 把节奏放慢 主要对方的刺身空挡 弹起直线 主持后的防守 射克力的长脚 没有把握的来球 还实现以控制为主 注重弱人的前后调动 不让对方下出旋转 前后左右的调动 划落点拉开 进攻的落点 到对方的中间位 在这个中间位置 正法手的不好发力 没有碰到清楚旋转 主持后的主动进攻 没有能够打窗 凭这种对攻能力 还是王力琴更胜一筹 抓进王的半搞 封了一条直线 发球后的防守抢攻 第一棒拿得很重 打到追身位 主持后的小球 无限非常低平 让王力琴的进攻 重心押得很低 一旦被藏住后 基于对方的王力琴 有些着急 出现了位的食物 清晰的进攻线路 还是拿对方的中间位 突然提速 空击板后的斜线爆虫 王力琴的很满打法 还是以正手为主 并不是现在的两面均衡 空处发球底线 将攻折线 诸射的回球 消得很拱 靠近底线 明显低估了旋转 战术上的变化 用防守窃前起绑 对于这场攻击的大战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市民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是王力琴 4比2 迎下了主射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